冰箱冷藏温度 虽然冰箱是每家每户必备的家电产品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冰箱的温度调控 比如说冰箱的冷藏温度是多少呢 可以通过视频有所了解 首先要了解温控器的旋游刻度0-7 0是停机 7是强冷 0-6是越来越冻 冰箱冷冻室的温度区间在-4到-24度 三星级-18度 四星级-24度 冷藏室的温度区间在5到15度 在机械温空气调节时 冷冻室的温度和冷藏室的温度同时变化 在使用冰箱冷藏保鲜石后 要根据所储存的食品种类来设定冰箱的温度 要注意的是 夏季温度超过30度时 超过了冰箱的设定能力 设定温度要调高一点 防止压缩机不停机 导致冷藏室结冰严重 这是新生功能来保证冰箱的正常使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